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圆域屋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 大闹天宫 玉帝听说孙妈生自封齐天大圣 他就很生气 派天兵天长去捉拿他 但天兵天长大败而归 玉帝只有封会为齐天大圣 并且看守潘陶园 有一天 王母娘娘开潘陶回母叫他 他就很生气 大闹瑶池 还偷吃了很多仙丹 玉帝听说之后大发脾气 又派李天皇带领天兵天长 去捉拿孙妈妈 交战中 妈妈中了太上罗军的暗算 被金刚圈打中了头 不幸被捉住了 好了这期故事就讲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